南投仁爱乡部落 传出有一对陌生男女随意进入民宅 甚至专挑有小孩的家里进入 或随意找小孩子攀谈 一度让部落族人怀疑 陌生人有要抱走小孩的意图 消息传出后 现在几乎每个有小孩的家庭 都把小孩子看得紧紧 不敢让小孩子落单 离开自己的视线 就是怕是说我们一不注意的话 老人在家里帮忙顾那个孙子 就是爸爸妈妈出去工作 就是很危险 就是会说孩子随时都会被抱走这样子 年轻女孩子进去到屋子里面 就问她说你要干嘛 她说我听到小孩子声音 我来进去看那个小孩子 然后问她以后说你们来干嘛 她说我们有来办小孩子的活动 其实怎么随便进到人家的家里 就问她的时候 她就转头就找掉了 连别的部落也有发生这个状况 这样的事情传出后 造成部落不小的恐慌 为此仁爱分局主动展开调查 经调阅监视器后 传唤当事人道案说明 厘清陌生人进入部落的动机 目前虽然并未有株人因死而受害 只是虚惊一场 但仁爱分局还是呼吁民众注意可疑陌生人 并报案由警察来处理 原事新闻诺南投仁爱 超鹏报导